在四所待了一段时间 我才发现 其实自己什么都不会 现在多学习 以后总是能用得上的 恭喜你啊 恭喜什么 我离开上海前 你跟我说 你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恭喜你 离自己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你也是啊 说不定下次再见面 我就要叫你化针见长了 老茗茗 老茗茗 离开前我在火车上 跟你打过电话 我说我们可以写信 我也告诉你 我见了你 我确实没有给你写信 老茗茗 你走之后 我就去了女警训练班 每天都要上课 实操练习 好多东西都是以前没学过的 手枪射击 开车 不花时间根本学不会 老茗茗 回家后 我还要帮爸爸 搭理着箱铺子 我光交学费不挣钱 家里光可爸爸一个人不行 我实在没有时间想别的 我猜你也一样吧 你应该比我还要忙 你想说什么 我现在过得挺好的 我现在过得挺好的 明天都很充实 假期的事情 过去就过去了 两个多月的时间 你也往前迈了一大步 你以为也是吗 我们都在往前继续走 虽然四所没了 好在大家经常见面 在东宝家的时候 他们就老说 要是你也能在就好了 哪儿 都有几个这样的朋友 不容易 我们现在算好朋友吗 不算吗 我估计 我这辈子也只能认识 你这么一个 有权有史的朋友 要是你觉得 只是普通朋友 我也接受 你说算就算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您好 请问您怎么了 骆警官 还记得我吗 之前我们在警察所见过面 我想起来了 您是彭太太 之前您来四所报过案 怎么了 您放心 她之前也是四所的警员 彭太太 您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我胃疼得厉害 刚从医院出来 这就是我家 这样吧 您跟我一起进屋 不了 我就不进去了 我不能进去 刚才我就没敢去敲你们家门 怕给你们惹麻烦 是出什么事了吗 我实在是不知道 该找谁帮忙了 之前 我去过四所找你们 但是四所关门了 我是逃出来的 有人要抓我 谁要抓您 我也想知道 我丈夫失踪以后 我就一直躲在客栈里 今天实在是微疼得厉害 我就去了广瓷医院 但是我也没敢久留 我刚从医院出来 却有一辆货车冲出来要撞我 还好我躲开了 我是跳上电车才逃脱的 那辆车 一直追我到这附近 那那辆车上 都是些什么人 我不知道 我丈夫失踪之前 那辆货车 就好几次停在我家附近 也是没有挂牌的 只是当时我根本没有在意 你住客栈的事 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应该没有人知道吧 但是我在想 是不是因为我去个几次医院 他们才找到我的 这件事跟我丈夫失踪有关系吗 雖然小说 我們現在搬离了 他跟打得很差 exiting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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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警官 要不你把车开到小路 我送小路背着彭太太回去 他们应该想不到 我会远路返回 宪警官 我还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 我穿着彭太太的衣服 把他们引开 你不要说话 请输出一下证件 哦 只要是 你还在做什么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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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雷学校二期航海科三班学院 画正 病人是你的亲属 对 费用怎么结算 都记在我的名下 好 先生 您的证件 谢谢 去看看彭泰胆吧 走 走 医生说彭泰胆没什么大事 坤匀只是因为受了惊吓 过度虚弱 安静休息就行 那些人真的进不来吗 这是造船所的附属医院 来看病的都是内部支援 门口也有二十四小时的警卫站口 这已经是我想到最安全的地方了 那 彭太太没事 我就走了 你大晚上去哪儿啊 我回家了 跟我过来 医院病人不多 刚好还有多余的病房 我就申请让你在这儿住一晚 你是担心楼下车还在 我现在回去不安全 我是担心彭太太醒了 没有人照顾 妙妙也是 我在这儿留着最合适 我先走了 记得锁门 彭太太报案后 你查过这个案子 对 我带着四所的警员 一起去过彭记者家门口 调查情况 不过队长跟我说 要我别管了 陈昊让你别管了 他说他会调查的 四所撤了之后 他被调去十六部分局 我也就没有打听过这件事 怎么了 没事 带你休息 妈 哥哥在家吗 他不在 你哥哥去上海出公差了 他来上海了 什么时候 昨天应该就到了 他没有联系你吗 我没事了 妈 有一个姓彭的记者啊 找不到了 跟我一个好朋友啊 算是亲戚关系 现在不少人 都在到处找他 听说啊 这件事情是在你以前 待过的警察所里的 所以托我问问 你怎么发现那辆货车的 自从彭大带来包案后 我就一直在暗中跟着他 看看有没有人来找他麻烦 今天他又去广资医院看卫病 从医院出来的时候 我发现有辆五牌照火车 等在门口 我怀疑那辆火车 是冯广云在外面养的行动队 之前 我跟向远深查 孟家凶杀案的时候 也遇到过一辆五牌火车 样是跟今晚的一样 如果这真是冯广云在外面 专门下黑手的行动队 那抨击者失踪 肯定跟这辆车有关 车是开到哪条路消失的 孟华路 他拐了一个弯 我跟了上去 车就不见了 我怀疑他开进附近的院子里 我在路口看见一个加油站 但当时已经关门了 现在只能通过这个加油站 来打听附近来加油的货车 好 加油站我来查 希望能通过这辆车 找到奔起车 我查了十六部分局的看守所 也查了从分局 转去提兰桥监狱的犯人 都没有抨击者 现在出了一声戴布林 没有任何的审讯记录 有没有这种可能 抨击者已经遇害了 我也想过 但是从今天晚上的事情来看 我们还有一线神机 他们之所以会去找彭太太 那是因为 没有从彭记者身上 找到他们想要的秘密或者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 彭记者对他们来说 还是有价值的 所以我觉得 应该不是灭口 而是秘密关押 直到他们找到 他们所想要的东西 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把彭太太 接到安全的地方 我之前跟着邓先生 经过江南造船所 里面能留宿外人的 除了招待所 就是附属医院 对 招待所需要介绍心 既然彭太太会因为胃病去医院 那向远生 把他安顿在医院的可能性就更大 我会马上通过组织 为通电力局的同志 去办这件事情 平日里每周三 都会去造船所 轮店工作所检修 也就是后天 他就能把彭太太救出来 邓先生之前给过我一张 江南造船所的急功证 如果刚才说的办法行不通 就换我去 无道破不得已 你不能出面 虽然我从工董局 把你弄到刑警课 但是冯广云不可能信任你 你现在要避免冒险